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介紹一下關於平面鏡 雖然上次有稍微提過 那平面鏡呢,它其實是一個一塊透明的玻璃 它其實是一塊玻璃 然後呢,我們在它的後面呢 鍍上一層水銀或是銀的 可以均勻的反射的部分 就成為一個平面鏡 那平面鏡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如果老師這邊用一根 我畫一根蠟燭 如果在鏡子前面放一個蠟燭 好 那這個蠟燭呢 它這邊是一個食品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在它的另外一處 會形成一個什麼像呢? 一個虛像 因為它並不是真實的光 它其實是一個虛像 所以我在這邊用一個虛線畫的 表示虛像 好 那麼呢,這個平面鏡有一些 有一些重要的性質你要知道 第一個呢,我們把這個 蠟燭跟鏡子的距離 我們把它稱為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霧距 霧距 這邊叫做霧距 物體跟鏡子的距離叫物距 那另外呢,我們會得到像跟鏡子的距離叫什麼距呢? 叫做像距 好 他說像距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關於平面鏡的特性 第一個呢,它的像是正立的對不對? 這邊正的,這邊也是正的 第二個,它的大小會怎麼樣? 相等 那左右會什麼呢?相反 什麼叫左右相反? 如果你在這邊寫一個 寫一個 假設寫一個 A B 請問鏡子會看到什麼畫面呢? 就是 變成B寫在前面 而且是顛倒的 所以要怎麼寫? 變成這樣子 B跟什麼? 變成這樣子 有點難寫 所以就是顛倒 左右顛倒 好 好,再寫一次 好,左右顛倒 那請問如果你寫 假理 請問向會長想像什麼? 來寫一看 先寫什麼 以倒過來的怎麼寫? 這個很難寫 這個很難寫 好,假呢 還好 假是怎麼? 左右相反 是一樣的 所以 字就會長這樣子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左右相反 上下有沒有顛倒呢? 沒有喔 是左右相反的 好 那我們知道物據會等於什麼呢? 相據 所以物據等於相據 好 那麼呢 這個相呢 它是一種虛相 為什麼它叫虛相? 我來解釋給你聽 如果 好,同學的眼睛呢 在這邊看 好 我們知道這是一面鏡子 你面向鏡子 你眼睛在這邊看 好 眼睛在這邊看 你會看到什麼畫面呢? 我們知道 看到鏡子裡面有一個蠟燭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看到蠟燭呢? 其實這個蠟燭是因為 你的 我們說光有直徑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光其實怎麼來的? 光是從 從這一點 你看到的是這個東西在這裡 你會以為它是直線 對不對? 好 那 那我鏡子後面用虛線的表示 那這一點怎麼來的呢? 這其實是從 這邊的光怎麼樣? 反射過來 並不是這個真實的光打過來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由這邊來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是 這樣進到你的眼睛 那 這個方 這個現象叫什麼現象呢? 叫做什麼定律? 反射定律 對不對? 如果你那邊給它畫一條什麼線呢? 發現 你會得到這個入射角的女神 反射角 對不對? 好 入射線跟反射線 它的甲角是一樣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就是一種反射定律 那 你會看到這個 這一點也是因為它是怎麼樣? 光 直接怎麼樣? 照射到你的眼睛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 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看到的像是一種虛像 好 另外 另外一條線可以這樣 你看到這一點 為什麼這個 這個會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好 我另外一條用 紅色表示 這個眼睛看到這條線呢 這個眼睛看到這條線呢 好 這一點是來自於什麼地方? 這一點 好 我們剛剛說 這個A點 這個A Brown這個光是來自於A點 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B Brown的光來自於哪一點? B在哪裡呢? 在這個蠟燭最下面 所以 這一點的光呢 它是怎麼走的呢? 它也是一樣運用反射的原理 反射就是很像那個 投籃會插板球一樣 所以這個紅色的光 它是來自於這邊 這邊進來 然後經過反射定律 這樣到你的眼睛去 好 所以這兩個光呢 合起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所以 你會在這邊看到一個虛像 這不是真正的像 它其實是反光 然後呢 這一點怎麼來? 其實是 這個你眼睛看到這個怎麼樣? 光的 反方向怎麼樣? 延伸出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用虛線的表示 所以 是光反射線怎麼樣? 向後延伸的虛像 所以 紅色這條光線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大竹的底部呢 反射 然後你這個反射線怎麼樣? 往後延伸 所以你會以為它在這裡 實際上在哪裡呢? 在這邊 這樣要解釋嗎? 所以 為什麼我講虛像是因為 這一點並不是真正的光 而是這個點 那這一點是 這樣反射上去之後 你的眼睛呢 眼光 眼睛所看到的光呢 向後延伸 我用虛線的表示 所以向後延伸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虛像 這樣可以講 就是向後延伸的部分 OK 所以呢 這個像就被稱為叫虛像 好 那 這個就是反射電域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 幾個立體 先看一下底下的立體液 立體液呢 由到光從上面照射下來 那這兩面都是鏡子 鏡子是這個 N到O 還有O到這個N 這一個 他問你這個 反射兩次之後呢 這個夾角ceta等於多少 好 同學這個適時度是什麼東西 是錄射角嗎? 是不是? 不是 不是喔 我們同學 我們要記得他的原則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題目呢 要先畫一條什麼線? 法線 法線 就是像法律一樣 他可以告訴我們怎麼走 所以呢 像法律就是要保護 這個表明行人要就是 保護你 不然你又會側狀 所以我們要畫一條法線 法線呢 它會跟這個界面垂直 所以這條線呢 把它叫做法線 好 法線畫出來 我們說過 入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才是入射角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入射角是幾度呢? 好 應該是在 好 應該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 90度減掉什麼呢? 40度 所以入射角應該幾度? 50度 50 90減掉 40等50 對不對? 好 所以入射角是50度 欸 那告訴我 反射定律就是 入射角等於什麼? 反射角 所以這一點是什麼幾度? 50度 對不對? 這個也是50度 是不是? 好 那注意看喔 這邊50度 那這邊就是40度 對不對? 好 這邊有個三角形 它這邊有個三角形嗎? 它告訴你這邊120度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告訴我這條是幾度嗎? 180度 對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40度 這邊是40 好 40加120 再加多少會對 180 所以這邊是 20度 對不對? 這個地方同學很厲害就算出來 這邊是20度 好 20度問題是這個也不是入射角 對不對? 入射角要怎麼決定? 要畫一條什麼線? 髮線 所以我們畫一條垂直的髮線 那這邊20度 所以這個夾角是幾度? 這個入射 反射線 好 假角就是一樣 所以這邊也是70度 好 那最後這個θ 就是20度 20度 好 所以最後你可以得到 θ 等於20度 好 所以呢 這個假角θ 就是20度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對 三角形內角合是180度 好 360度是圓 好 我再講一次喔 同學 你看到這個入射角呢 不是 跟平面的假角不是入射角 入射角要跟誰的假角? 好 入射角有算 跟誰的假角? 跟髮線的假角 好 入射角是 入射線跟髮線的假角 入射線 和髮線 好 夾角 所以同學你要學習自己畫什麼線? 髮線 髮線 髮線就是跟界面垂直的線 好 好 所以立體一呢是20度 好 那立體二你們來算算看